那我们现在就来具体聊一下同学转行的经历 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觉得 Scott同学已经有了工作经验 那和英介生相比会相对有一些优势 但其实跨行跳槽呢还是有很多相关技能和项目需要补充的 请问Scott同学你是如何充实提升自己的简历的呢 我简历其实我其实简历上花的时间相对不是特别多 大概花了两天时间重新写我的简历吧 然后最后也没就跟老师讨论一下 老师觉得我写的很好 然后大概改了一下 但是之前上课的话 就是我在改的方面没太花时间 但是来回上课确实给了一些很好的suggestion 就包括因为我原来的简历 像我原来的简历 大概没有 大概是一页没有写具体的项目 因为我们做很多项目管理方面的东西嘛 所以没有写具体的项目 但是后来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当时上课老师建议还是写一些具体的项目上去 然后列一些具体的bollet point 这个我觉得是主要的吧 然后至于具体的项目写上去的话 有我觉得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像我说 我大概50%的精力还是相关的 所以的话 大多数项目还是我实际做过的 可能稍微改一改 就写在简历上 然后可能有 我记得应该有一个吧 是我们来到位的项目 然后就放上去 对于刚毕业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如果写提升简历的话 很多我们那个项目上的 课上的项目 其实也可以直接用上去 可能就不像我只用一个了 因为我之前有一些相关的项目 大概可以你们就可以用两到三个这样 因为课上的话分不同的track是确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选择的 然后包括如果同学们觉得课上的项目不够的话 或者是还想要更多的话 开构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resource 但是开构更多的可能是跟建模有关的了 然后如果你是想申请纯分析的话 可能就是开构可能也用不上太多 嗯了解 然后啊了解到高同学你是一边工作 然后一边上课 然后一边求职 那我们可能有很多呃听众是还是学生 也要一边上课 他一边求职 那呃高同学你是如何用有限的时间 然后narrow down the scope 然后最后做到高效的效草的呢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大概刚才讲的那个就是plan backward 那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先明确想面哪些方向和面哪些公司 然后再倒过来准备 这样才效率会比较高 因为就像我说的啊 比如说你要去面算法的岗位的话 那可能来offer前两个月那些算法的课都要详细的跟所有的算法那题都要做好 呃像我当时的话我第二个月的算法部分我就没有投入那么大精力了 我就精力全投入在ab testing和产品分析上面 因为我知道我的面上是用不到那些的 呃我大概算法就是第一个月花了很多时间 第二个月算法我就把时间都投入到其他的版画 呃因为这个课程的设计整体它是要覆盖所有方面的 因为要照顾到所有同学 但是我觉得如果想高效实现的跳槽的话 呃最好是有选择就是 像我说的先确定你的目标 然后根据那个锁定板块那些板块你应该投入到投入多少的时间 然后再从计划在计划好的基础上再开始准备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比如说你如果想深 比如说你想深分析岗位的 但是你一开始没有计划的话 你算法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最后发现面试其实是没有面那么多的 那等于就是也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效率的吗对吧 嗯 同学说非常有道理 一确先认准目标 然后再有逼方式的准备 就肯定会是最高效的方法 那同学在面试之前 哎 请同学们不要在屏幕上那个俗诗画画 啊 麻烦同学配合一下 然后啊 那我们继续 嗯 高同学在面试之前有没有找我们的老师进行mock interview 然后能不能帮大家分享一下科技公司面试的准备方法 呃 我是有找那个老师啊 做mock 我觉得mock还是蛮重要的 啊 我包括我也找自己的朋友也帮我mock了 然后也找来offer mock了好多次 呃 我觉得呃 是挺有必要的 因为可以找到一些呃 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呃 包括我们做咨询 其实平时开很多客户会议啊 就是觉得 因为我本人其实有很很久时间都没有没有面试了 但是我就觉得我都开这么多客户会议了 面试应该还好吧 但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吧 呃 就包括我当时呃 莱阿富老师给我一个feedback 就是我觉得很有用 就一个feedback就是说 呃 你面试的话尽量让这个东西conversational一点 呃 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在不停的讲 因为我当时他mock我一个东西 我就很熟练 然后我就从头一直讲到我大概讲了五分钟啊 然后他就是那个老师给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尽量中间断一断 哪怕你知道你说的是对的话 你也尽量停顿一下 然后听一下面试官的feedback 然后这样的话 或者是你跟他证明一下 你说这是我的想法 你觉得对不对 这样的话可能让人家有机会去chime in 啊 补充一下他的意见 或者是哪怕他说嗯你说的很好 这样你也能确定你的方向是对不对 因为有的人可能从头讲到尾也不给人家机会嘛 然后最后发现你讲的东西不是人家要的 你还得从头再来 这样的话就不太好 所以一般的话这是一方面 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尽量让这个media interview 对话性强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一个 这个东西 另外一点就是跟我们其实做咨询很像了 就是你在讲东西之前尽量给一个framework 就是采取一个top down approach 比如说你他问你个问题 然后你想回答 可能你已经构思好了你要答三点 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上来就答一 然后答二答三 然后一个比较好的 approach就是说 你不要上来就开始get to the details 你可以先跟他讲 你说我大概是这么想的 我想答一二和三 然后before I get into the details 你能不能跟我确认一下说 我这个思路可不可以 这就其实是也addressable 我刚才说的是conversational的问题 就像你给面试官一个机会 跟你去来个互动 然后你也能确定你的方向是不是对的 一般没问题的话 他就说不错 这个可以go ahead 然后你再讲一 讲完一你再停论一下 你说这是我 这是我刚刚讲过的一 你觉得在我讲二之前 你觉得这个我讲的一 有没有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comment 然后再这样move forward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让这个面试过程 更conversational 而且人家会觉得你很有条理 说明这个人很organize 这个讲话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对包括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准备 我觉得可能在准备 所有方面面试 都是都应该用这个approach 包括以后实际工作的开会的话 我觉得这种也是应该参考的一个方式吧 嗯了解 同学提到两点都非常好 一个是和面试官保持conversation 还有一个就是在回答问题之前 你可以先列出整个大的framework 嗯 非常好的建议 对我觉得这是我面试 体验最深的吧 我觉得这样的话效果会比较好 嗯 了解 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同学 特别是应接生 然后受到grace period限制嘛 那可能会比较心急 刚开始上我们的课 就想赶紧把简历投起来 那请问Scott同学 是什么时候开始投简历 那自己有没有什么投简历的策略 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嗯 我其实因为我我个人的策略 我没有什么 因为我之前知道有的人是采取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了 是想去的公司尽量排在后面 然后先拿一些不想去的公司联联手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很好的 我个人的话其实也有些时间限制啊 因为我之前Visa也有些问题 所以的话 嗯 我是没没有办法采取这个的 我可能时间也比较短 但是我比较建议采取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很 怎么说比较需要一定缓冲适应时间吧 尤其是我觉得coding那个部分 其实是对我来说至少是挺挺有挑战的 因为我平时啊 不不自己很少写汉藏的coding 所以尤其是同学如果平时不写 不常年写SQL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校的同学很少常年会写SQL吧 如果你常年不写SQL 然后只是短时间准备 然后突然现场他给你出题让你写 我觉得这个这个还挺还蛮挑战的 尤其是到时候可能会 因为我有朋友他天天写SQL 然后去面试 他有时候一紧张脑的一空白也写不出来 嗯 因为他其实那个东西还有点 没有那么算法 但是你得想一想构思一下那个结构上 所以的话 你可能需要先找一些 不是特别想去的公司去练练手 或者哪怕你找你的朋友帮你去mark一下SQL 熟练这个编程的这个过程 然后因为他有时候可能面试的时候也会给你搞个变种什么的 哪怕你都答上了他说我改一个这个条件 你看看你怎么改你的code 所以的话这种都是挺 挺重要的 需要准备的 所以的话策略来讲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可能 比如说你想三月份跳槽的话 跳槽成功的话 你可能得提前一段时间做准备 去开始interview 然后把你想面的公司安排到23月 这样的话你才能达到你的目标 因为你如果上了就面 你想去的公司可能直接就抛回了 嗯 了解 后面看篮有一段话 我们看见一 very久 我自己不得不許 我是 qui